这是叙述你的主对于他的仆人在克里尼亚的恩惠 当时他第一声的呼吁他的主说 我的主啊我的骨骼已软弱了 我已白发苍苍了 我的主啊我没有为祈祷你而失望 我的确担心我死后堂弟们不能继承我的职位 我的妻子又是不会生育的 求你赏赐我一个儿子 来继承我并继承耶尔顾摆的部分后裔 我的主啊求你使他成为可喜的 斯克林亚我必定以一个儿子向你报喜 他的名字是耶哈雅 我以前没有使任何人与他同名 他说我的主啊我的妻子是不会生育的 我也老太龙肿了 我怎么会有儿子呢 耶和雅你应当坚持经典 他在童年时代我已赏赐他智慧 与从我发出的恩惠和崇洁 当日他离开了家属而到东边一个地方 我用一个帷幕遮蔽他 不让人们看见他 我使我的精神到他面前 他就对他显现成一个身材荣寸的人 他说我的确求必与知人主免遭你的侵犯 如果你是敬畏的 他说我只是你的主的使者 我来给你一个纯洁的儿子 他说任何人没有接触过我 我又不是师姐的 我怎么会有儿子呢 他说事情是这样的 你的主说这对于我是容易的 我要以他为世人的迹象 为从我发出的恩惠 因为这是已经判决的事情 他就怀了孕 于是他退避到一个尖远的地方 震痛迫使他来到一棵椰枣树旁 他说啊 但愿我以前是死了 而且是一被人们遗忘的东西 椰枣树下有新声音 声音喊叫他说你不要忧愁 你的主意在你的下面造化了一道溪水 你向着你的方向 摇汗椰枣树 就会有新鲜的成熟的椰枣 纷纷落在你的面前 你吃吧 你喝吧 你愉快吧 如果有人来见你 你可以告诉他们说 我却已向知人主发愿斋戒 所以今天我绝对不对任何人说话 他抱着婴儿来见他的祖人 他们说 Madean啊 你却做了一件骑士 哈喽呢妹妹啊 你父亲不是缺德的 你母亲不是师姐的 他就指一指那个婴儿 他们说 我们怎能对摇篮里的婴儿说话呢 那婴儿说 我却是真主的仆人 他要把经典赏赐我 使我做先知 要使我无论在哪里都是有福的 并且嘱咐我 只要活着就要谨守拜公 玩那天课 他使我孝敬我的母亲 他没有使我做霸道的 拨命的人 我在出生日 死亡日 复活日都享受和平 这是Madean的儿子 这是你们用作真论的真理之音 真主不会收养儿子 赞颂真主超级万物 当他判决一件事的时候 他只对那件事说 有 他就有了 真主 真主却是我们的主 也却是你们的主 所以你们应当崇拜他 这是正路 但各派之间意见分歧 众大日来临的时候 悲哀归于不信道者 他们来见我的那日 他们的耳真从 他们的眼真明 但不义者 今天却在明显的迷雾之中 您当警告他们悔恨之日 当日一切事情已被判决 而他们现在还在疏忽之中 他们不信正道 我必定继承大地和大地上 所有的一切 他们将归于我 您当在这部经典里提起一部拉行 他原是一个虔诚的人 又是一个先知 当时他对他父亲说 我的父亲啊 你为何崇拜那 既不能听又不能见 对于你又没有任何 披意的东西呢 我的父亲啊 没有降临你的知识 却已降临我了 你送从我吧 我要只是你一条正路 我的父亲啊 你不要崇拜恶魔 恶魔却是 违抗之人主的 我的父亲啊 我的确怕 你遭受从知人主发出的刑罚 而变成恶魔的朋友 他说 你厌恶我的主宰吗 如果你不停止 我势必辱骂你 你应当远离我一个长时期 他说 祝你平安 我将为你向我的主求饶 他对于我却是仁慈的 我将退避你们 以及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 我将祈祷我的主 我或许不为祈祷我的主 而变成薄命的人 他既退避他们 以及他们舍真主而祈祷的 我就赏赐他 伊萨克和伊尔顾巴 我使他俩成为先知 我把我的恩惠赏赐他们 我使他们享有真实的 崇高的神望 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摩萨 他却是纯洁的 却是先知 却是使者 我从这座山的右边 召唤他 我叫他到我这里来密坛 我为了慈爱 而把他哥哥先知哈伦 给他做助手 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伊斯玛伊 他却是重然诺的 他又是使者 又是先知 他以拜公和天客 命令他的家属 他在他的主那里 是可喜的 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伊德利斯 他是一个老师人 又是一个先知 我把他提升到一个崇高的地位 真主曾加以恩宠的这些先知 属于阿丹的后裔 属于我使他们与农河同舟共挤者的后裔 属于伊布拉辛和伊斯玛伊的后裔 属于我所引导 而且选拔的人 对他们宣读知恩主的启示的时候 他们匍匐下去 叩头和哭泣 在他们去世之后 有不消的后裔继承他们 那些后裔废弃拜公 顺从事欲 他们将欲迷雾的果报 但悔罪而信道 却行善者除外 他们将入于乐园 不受丝毫亏待 那是常住的乐园 知人主在悠玄中应许其众谱的 他的诺言却是要履行的 他们在那里边听不到闲谈 只听到祝愿平安 他们在那里边朝夕的获得 吉养 这就是我将是众谱中的敬畏者 继承的乐园 我们为分你的主的命令 而随时降临 在我们面前的 在我们后边的 以及在我们之前后之间的事情 他都知道 你的主是不会忘记的 他是天地万物的主 你应当崇拜他 你应当耐心 你知道他有匹敌吗 人说我死后必定要复活吗 人忘记了吗 他以前不是石友的 而我创造了他 指你的主发誓 我必将他们和众恶魔集合起来 然后我使他们去跪在火域的周围 然后我必从每一个宗派中 提出对知人主最悖逆的人 然后我的确知道 谁是要该受火星的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不到火域的 这是你的主决定要实行的 然后我将拯救敬畏者 而让不义者跪在那里面 对他们宣读我的明显的迹象的时候 不信道者对信道者说 哪一派的地位更优越 会场更优美呢 在他们之前 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 无论资产和外观 都比他们优美 你说 在迷雾的人 愿知人主 优伦他们 直到他们看见自己曾被警告的 不是刑罚 就是复活时 他们就知道谁的地位更恶劣 谁的军队更懦弱了 真主将为宗雄正道者增加其引导 长存的善功 在你的主看来是报仇更好 结局更善的 你告诉我吧 有人不信我的迹象 却说 我必定要获得财产和子童 他曾窥见优玄呢 还是他曾与执任主定约呢 不然 我将记录他所说的 我将为他加重刑罚 我将继承他所说的财产和子童 而他将单身来见我 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的许多主宰 作为自己的权利 不然 那些主宰将否认他们的崇拜 而变成他们的仇敌 你还不知道吗 我把恶魔们放出去诱惑不信道者 所以 你对他们不要急躁 我只数他们的寿数 在那日 我要把敬畏者集合到知人主那里 享受恩荣 我要把犯罪者驱逐在火域去 以废水解渴 但与知人主定约者除外 人们不得说情 他们说 知人主收养儿子 他们却已犯了一件重大罪行 为了那件罪行 天几乎要破 地几乎要裂 山几乎要笨 这是因为他们忘成 人为知人主的儿子 知人主 不会收养儿子 凡在天地间的 将来没有一个不像奴仆一样 皈依知人主的 他却已统计过他们 检点过他们 复活日 他们都要单身来见他 殉道 而且行善者 知人主 必定要是他们相亲相爱 在这边